今天上午,话题复原会长白山发博求助突然冲 微博热搜第一 原来今日清晨,中国家喻户晓的名女子游泳选手 洪荒少女复原会突然在互联平台发文求救 只在东北长白山旅游被旅游吧 积勒索,半路加钱,否则把他们扔在高速路上 众 网友随即回应,有的建议她立即报警 有的责询地点,表示可以立即驾车往现场援助 17日晚,长白保护开发区发布官方通告 表示按照相关法律规,已对黑车司机潘某某案上限处以3万元罚款 环球网报道,2月17日一早,复原会在长白山发微博 助,咱们包了车现在被勒索了 半路加钱让我们票,我们不同意 她不开车了咋办,我要不要报警 复原会的微博有730万粉丝,她的求救立即引起官 复原会说,她和一般朋友一起到长白山玩 司机不知道她是包车旅客之一 她还在微博内表示,白山有人认识我吗? 并长白山发布和长白山西 引起长白山当地有关政府部门关注 有网友寻她所在位置,表示可以立即驾车前往提供帮助 原会回应称,司机想把我们留半路高速上再去 领马拉扎里的路上 10时56分,复原会再次发文 感谢友们的关心 吉林文旅部门已经第一时间介入 题已经解决 谢谢大家 她并把之前求救的博文 除对于复原会发微博称包车被勒索一事 中心欲微博稍后表示 从吉林有关部门了解到 事发已展开全面调查 绝不姑息司机 今年28岁的傅元 生于浙江杭州 2016年8月8日 在里约热内陆奥运会100米 勇准决赛后 她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 因为夸张表情以及纯真的语言 从而网络爆红 当时她面 镜头两句经典对白 58秒95 我以为是59秒 我有这么快 很满意 没有保留 我已经 我已经 用了洪荒之力 其后 复原会被网民称为洪荒少女 成为李月奥 会最具人气 最有影响力的运动员之一 她当年奥运冠军团防岗 是唯一没有奥运金牌的防岗 动员 星岛头条App经已推出最新版本 请力更新 浏览更精彩内容 我们下期待会认为洪荒之一 我们下期待会认为洪荒之一 我们下期待会认为洪荒之一